我有弱弱娘子赠予我的定情信誉 娘子你若还钟情于我 就出来与我私奔 犯了 犯了 鬼虫女子竟把自己的贴身之物 赠给外人 我顾家的女儿 竟做出如此犹如门妹之事 犯了 犯了 快快快 快给我抓下 你思乡受受 你可是这 这不得有亏 厉郎君 我们家若若 做出这样的事 实在是对不住 我倒觉得 若若娘子一派天真自然 敢爱敢恨 我更敬重了 想必这位人兄也是爱慕若若 所以才会冒着风险来抢尽的吧 这不更加说明我这个新嫁娘 魅力非凡 能够娶到她呀 自然是李某的福气 停 后退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是吗 那你倒是说说看 我在想什么 你我堂下约法三章 白日式夫妻晚上做兄弟 你可别想占我便宜 你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你若是敢对我行不轨之事 我就不客气 我李柯留恋花丛 天涯浪子 什么样的娘子没见过 就算是我喜欢上男人 也不会喜欢上你 那是最好 你睡地上 我睡地上 你搞清楚啊 你搞清楚啊 就算是兄弟 也不能让兄弟睡在地上吧 更何况这可是我李家 凭什么是我睡地上 因为你我君子之约 你不得占我便宜 我们是有约不假 可是君子之约 乃是护为帮手 乃平等护静之约 凭什么你睡床上 我睡地上啊 你给我下去啊 我不下 你给我下去 娘子你小声点 给我下去 娘子 小声点 小心被坏人听到 你给我 你给我下去 哎呀 客儿 若若 这是我亲手团的 两碗玫瑰汤圆 趁热吃吧 李柯 你自有玫瑰花粉过敏 大婚第一天 我倒要看看 你吃不吃这碗汤圆 自古说 后妈难道 这孩子大了 连碗汤圆都不愿意吃 这汤圆真好吃 多谢母亲慈爱 我还真小瞧了这丫头 她竟然看出了我花粉过敏 还替我解了胃 方才听老宝说 你会难教秘术 姑娘还是不要问了 都是些 伺候人的法子 什么法子 可有方子 就是一些手法 会让人开心的 是怎样的手法 如何叫人开心 呃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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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呀 就是一些会让男人魂魄手射的法子 你们 还是不要听了 你说说呗 我想学 这是哪家的武功啊 对啊 为什么我们不能听 你就详细跟我们说一下 这秘法还能让男子魂魄手射 这到底是什么手法呀 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 娘子 我 这到底是什么手法呀 娘子 求求你别问了 你这都给我整不会了 陶叔 这都怎么回事 大小姐 库房里的油膏 不知为什么流了出来 污染了芙蓉粉 昨天晚上 谁负责什么业啊 呃 没有人 怎么会没有人呢 老爷和夫人失踪后 顾家上下乱成一团 哪里顾得上仓库啊 哎呀 这批货是胭脂铺下季度的新品 还有不到七天就该出货了 再赶一批 来得及吗 顾肉肉 你连一个小小的仓库都看不好 要我说啊 你就趁早将这个掌印 换人吧 若若 如今 你父母已经不在了 眼下你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保存好故事秘书 为了一两个几毒的货品开仓 你糊涂呀 二叔 你错了 故事在商场屹立这么久 秘书固然重要 但顾客 才是顾家立足的根本 好的芋蓉粉来看一下啦 小姐子 看看五个芋蓉粉来看一下 芋蓉粉来看一下 小娘子 来看一下 小娘子我们家的芋蓉粉吧 我们家的芋蓉粉 看一下吧 我们新出的 看看我们新出的 我们新出的芋蓉粉 小娘子 来看看我们家的芋蓉粉 迷倒众生 姑娘 您看看吧 上好的芋蓉粉 来看一下 娘子 看一看 小娘子 我们这个呗 看一看吧 娘子 快来看看吧 我们最新推出的 不要挡务 我要赶去买雪腹粉去 你不买 你以后会后悔的 行了 你跟人顾客治什么气啊 那有什么办法呀 三天之缘马上就到了 只怕转仓权限已经是四处的囊中之物了 这样 你去把小叶将军约出来 他 你找他做什么 你不会是看上他了吧 顾仇仇 我告诉你啊 你已经成婚了 请你自重 想哪儿去了 你只管去约 我替你骂货 那行吧 小将军 富尔过来 小将军 一个人 二十五 那就这么说定了 来来来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快快去 我这里有一个好消息 顾夫将你一千两黄金 在洛阳城中选出十一位洛阳小姐 只要你们一够东西 来参加我们的选秀 才也不欠 年龄不欠 哇 走走走 我们还请来了 全洛阳九万少女的帽 小叶将军 来当选评委 哇 大小姐 大小姐 从今日起 顾家将恢复阿爷阿娘在时的规矩 一应原料配方 都必须存放于密仓之中 外间库房只能存放已成品的货物 所有人不得违反 是 大家伙干活吧 设教轻一点 好 阿爷阿娘 慢点 慢点慢点 原谅我的冒险 都小心点放 为了查出你们的下令 我只能走这一步 把幕后黑手引出来 你们一定要等我 郎君 您不去看这转仓吗 他们顾家的密仓 我怎么能不请自来呢 哦 哎呀 你帮我参想一下呗 这金步遥 是不是太俗了 配不上的 怎么办